歡迎回來新聞的現場 六九來文書工作者 陳世賢所經營的採點 因為作業問題要來關起來了 有很多民眾知道了後 是都很不講 而且是都要來等六歲的採點 來替他加油 希望他有很多實際 為文書工作繼續來打拚 今天要入水草堂 就會看到桌子上面 百萬了很多有關文書記錄 各地方件很實在櫃 這就是文書工作者 陳世賢經營了十五年的採點 一般書局看不到的書 一般地方的本土的文化書籍 甚至我自己出版的書 我就盡量呈現在這個空間 經營十五年開順十五年 陳世賢沒完蛋 靠到對文書的力情 讓他一年又一年 把這間採點繼續經營下去 但是最後還是因為作業的問題 讓他沒辦法再繼續經營下去 這家入水草堂 台灣本土文化書店 而且是純書店 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這家店是會虧損的 那我開了十五年虧了十五年 那我這十五年來 就不斷地去演講去導覽 這個講師費來支撐這個工作室 那目前的一個書店的狀況就是 因為網路的世代 那個出版社可以直接把很優惠的折扣 直接銷售給讀者 那就中間的這個中盤跟樹上 就壓縮了他們的一個空間 那這樣子也沒錯 因為讀者可以用最優惠的成本 去買到他們喜歡的書 那我這十五年來是充滿了無可求要的熱情 我一直想說如果說這個屋主願意繼續租我 我是可以繼續再支撐下去 知道這間書店要關了 很多人都覺得很不敢 都跑來替老師加油 就覺得很感傷 真的有一家這麼純書店 讓大家來翻翻文史 然後分享一些地方的東西 就覺得說很不簡單 老師這家店一直就是這份熱情 再堅持它 再開這家店這樣子 很希望老師繼續能夠延續下去 找地方讓這些文史大家都還一直可以 可以去用它 去看它 去分享它這樣子 城市嫌最好也表示 雖然菜店要關了 但會為文書工作出過一份熱 新中也不會覺得更好 新中華新聞 創中親 六港 蔡鳳報道